從九十九年一百年的時候就開始觀察 它在這個紅樹林裡面的生殖狀況 往關住那一邊有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的數量其實還不多 說實在那個時候大概推測大概只有五六百隻吧 但是接下來幾年它數量持續的上升 而且一直翻倍 所以在這整個過程中 大家發現說它會跟台灣原生的這些白鹿絲 鹿絲類的會有一些棲地還有食物的競爭 從去年開始吧 長官這邊也就決定說好 那我們就趁著還能夠移除的時候 來把它這個問題解決 那今天呢我們是針對整個這個 這個挖仔委保留區這個區塊裡面 所調查出來的一些數據 然後跟基北市政府做一個分工 好 現在把那個神戰槍拿出來 讓你能夠來保佑我們 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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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出口那邊 危害應該是兩種 一種是我們本土的鳥類 它會去侵犯它的草蓄 然後第二類的話就是農作物的部分 尤其是在農田 正準備灌溉的時候 然後就是有插秧的那個時候 他們就會常常會把田採得一塊一塊的 那邊有一群鳥愛 剛剛本來要打的 飛走了 其實剛開始看這個鳥真的很醜 可是越打越看越漂亮 對啊但是畢竟它蠻子力太強 它會去搶這個百入獅啊 他們的區域 其實這個量多的話 真的百入獅真的會被這些外來種 會影響很大 慢慢放下去 現在最高的那棵樹那邊 上面是有彩環的 所以說那棵暫時先不要打 辛苦的部分就是說 其實就像他們常在講的 他們不是獵人 是累人 當你涉及到目標之後 你必須還要去做減蝕的動作 那這個減蝕的狀態底下 因為狀況會很多 看到掉在哪裡 那也許掉在草叢裡面又找不到 很多諸多的問題 或許掉在比較遠的水裡面 或是比較遠的爛泥巴裡面 都會有很多的一個困擾 在剪鳥的部分就是 我們在泥灘地啦 甚至在農田裡 又不能採到人家的稻苗 但是我們也想了很多 剪食的方式 這個鳥類如果沒有剪回來的話 大家這麼辛苦打 就讓它這樣子飄走了 然後又沒有業績 我們又這麼辛苦的剪 沒有剪到的話 這個就等於我們就沒有績效 很辛苦啊 夏天比較辛苦 又要追 天氣又熱 然後又要減 就是夏天就是怕蜜蜂 還有死 我們剛才不要移除這個鳥 就是佩克鳥的作協 那鳥他們都是很早 它就出去蜜蜜 它一直到傍晚 你要在短時間移除的話 你一定要就是 把工作時間拉長 然後盡量就成蜜蜜 因為他們的蜜蜜能力 真的不是我們想像的 它的蜜蜜能力很強 又很快 那你快的時候 那你的移除的速度 要比它更快 要不然的話 你這樣子打下去 真的是打不完 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在打的時候 如果說有兩隻啊 所以我們不會馬上打 就是等它那個 激在一起的時候 盡量一次把它打掉 在對的時候 可以兩個三個 但是到後面喔 其實一個人去接喔 那個命中率會比較高 就是說成功率比較高 105年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請中華鳥會協助 開過兩三次的這些協調會 大家最後的體驗就是 這是一個 不得不使用 或者說不得不執行的一個 一個任務 那用槍枝其實它是一個人道的 幾乎這瞬間你就能夠 解除它的痛苦 然後把它移除掉 我們現在打的數量是2163隻 那這就是包含我們跟 鄒族獵人合作 那他們打的數量大概是1600多隻 那另外還有一次就是我們那個 布袋巢區的一個很大型的聯合移除 在要接近這個移除那個目標的時候 其實它的過程喔 其實我們都是膽戰心驚的 譬如說有一次是碰到毒蛇啊 這時候有民眾通報 然後舉報說我們有在射擊鳥類的這個行為 已經八點多了 差不多八點多了 就是我們每天那個 移除完以後 做的工作就是要把今天移除的鳥 把它冰在我們的冰庫裡面 然後就是等到一定的數量以後 我們再做一個驗收的動作 三點起來嘛 對三點起來 然後到那個工作地方 差不多五點以前會到 對 那這個就是我們每天例行的 例行例行的那個是工作跟時間 拜拜